朕告訴你 以後出宮 不要再扮成小太極 告訴令妃娘娘一聲 叫人跟著你保護你 大大方方地出去 至於去福倫家 也無須多多藏藏啊 自家親戚多走得也好啊 你們不罰我了 朕不罰你了 吳二哥呢 也不罰了嗎 吳二哥也不罰了 所有人你都不罰了 都不罰了 皇上 這後宮之中 從今以後 大概再也沒有什麼紀律可談了 小燕子得到過朕的特許 本來就無須受到限制 皇后啊 你睜之眼閉之眼 不就天下太平了嗎 皇后 你有一顆最寬大 最根辭的心了 我跟你說 你不要為國家的事情操心了 你這麼好心 老天爺一定會報答你的 我在寧間的時候 就聽大家說了 虎有乾隆 虎不勝蟲 您是大家心目中 最好的贏皇帝了 國家一定會越來越強的 是是是是是怎麼兩句話 怎麼朕又跟蟲子有關去了 國家有了乾隆 連豹骨都不上蟲子了 大小把您看得跟老天爺一樣 你不是人 你是神 怎麼 朕有這兩句嗎 是啦 是啦 我可編不出來 你可編不出來 朕想也是 小燕子 你真有兩下子 皇后啊 你曾經說過 小燕子是朕的開心果 看樣子你說對了 小燕子真是上天 賜給朕的開心果啊 他的手讓你踩了一下 他的腿讓朕的椅子撞了一下 就算又打過又罰過了 至於你們 明天美人給朕交來一篇文章 談談邊疆治理的辦法 謝 合阿瑪 遵命 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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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得我一身冷汗 居然有驚無險的 你剛剛那句國有乾隆古不生蟲 是真的還編的 頭一句是真的 後面那句有點問題 我記不清楚了 到底是怎麼樣兩句話 我聽了就覺得怪怪的 我真的不清楚 可是我知道那一定是兩句好話 因為紫薇聽了以後好得意 你去問紫薇就知道了 我真是服了你 這也敢隨口就說 居然還錯有錯招 讓皇上聽了好窩心 好得意 沒想到這麼輕鬆就過了關 我們大家對了半天台詞 沒有一句能夠用上 以後還可以大大方方輕輕鬆鬆的出宮 我真是太高興了 恨不得馬上就告訴紫薇 你不要得意忘形了 這兩天我勸你還是收斂一點吧 皇上是為了國家操心 才沒有情緒管我們 要不然 哪有那麼容易放過我們 那個西藏面殿生江 為什麼準格兒很麻煩呢 讓皇上和你們都這麼煩惱 你是說 緬甸回江準格兒是不是 就是 你們趕快教教我 搞不好皇上也讓我寫一篇文章 那就慘了 這個說起來就太複雜了 西藏緬甸回江準格兒 都是我們邊境的部落 算了算了 就是整格兒很麻煩 緬甸生江都很麻煩 跟你比起來啊 你就不夠瞧了 只能算是芝麻綠豆的小麻煩了 手指怎麼樣了 還有啊 你的膝蓋撞傷了沒有 當然很痛了 但是我剛在華阿瑪那兒 還是誇張了一點 不讓她心疼 怎麼能過關呢 要是紫薇能進宮和我一起住就好了 她呀 什麼都懂